内地三角省市前政协副主席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 辽宁省政协元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国强 被指毫无规矩意识 盲目听从政治骗子 用了巨额跑官买官被押 毫无己法观念 在分官领域先权妄为 大搞权钱交易 海南省政协元党组成员 副主席黄勇 执备商开党籍和公职 他被指违规推动填海项目 并造成严重后果 利用职务影响 帮助家人承担保险业务 搞权式交易 干预插手司法活动 而北京市政协元党组成员 副主席李偉 同样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有指他违规从事盈利活动 有非上市公司股份 甘于被围猎 大搞权钱交易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其他人在房地产开发建设 消防工程审核 验收等方面谋取利益 还非法收收巨额财物 有先电视记者 叶苗报道 总共工程审核 要先热 세계